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还记得上次来 应该说上上次来上浅秋的节目 刚好就是那时候初选 我记得四月底 那时候初选我认为有状况 就我质疑 我质疑我的对手 我觉得林信尔他有买电话线之前 所以让这个初选的结果 就民调结果跟我之前预期 或是我自己做的民调落差太大 而且这不是第一次了 这一八年也发生过一次 所以那一次我坦白讲蛮失望的 我那时候就说了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 我说强灾的果实不会甜 作弊的初选到大选不会赢 可是他议员赢了 可是最后是不是真的赢 因为现在还有那个会选还在查办 事实上他也被起诉了 就是这个会选这个案子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对我而言还是遗憾 因为大家看到这一阵子 尤其是民进党在台南 台南这个议长副议长 这个会选的案子 事实上对民进党是重创 对以至于要家属打理 一起跟大家鞠躬 对赖青的还带着六个立委一起等等 我说这一体这个如果 如果国民党我们没有发生这个事情 刚好一个强烈的对比 尤其我们在节目上也很好谈 也很好修理 可是呢每次骂一骂呢 尤其我游社在绿营节目 人家骂一骂人家会骂你 你骂人黑金你们也有 对我骂人黑金你们也有 所以我觉得还是蛮遗憾的 那不过坦白讲事情也过 对我初选已经过一阵子了 当然这个案子 我认为都检调还是误网误众 因为事实上还没有判下来 我们都不晓得最后结果 毕竟只是说案人 对这个当选无效到底会不会过 我们不晓得 不过因为有一些激震 甚至媒体大幅的报道 对国民党还是伤害了 所以还是遗憾了 所以 没有所以 对我而言 就是事情当然已经过了 那这个总是要往再下一步走 不过我在这里愿意分享 我自己一点点心路历程 就是说 其实我本来 如果这个听众朋友 对我还有印象的话 我14年是在念湖南港参选议员 那当虽然那一年没有过 没有选上 不过选的也不差 理论上我们应该在那边 好好继续经营布局 也许18年就可以选 可是那后来有一些变数跟变化 跟我自己的规划 我简单讲 我后来也因为搬家关系 我到了士林区 那因为士林北投对国民党 就是比较困 艰困一点的选区 对 那我当时是想说 如果我能在这个议员 有一点表现 然后呢 未来是不是在立委 也帮国民党抢相一席 在艰困的选区 那我狮子座的个性 都要去抢 那结果没想到 18年碰到一个状况 22年的初选 又遇到同样的状况 其实对我而言 真的是蛮受创的 我甚至 所有人都不相信 初选之后 我曾经有一度 有一度想说 要不要离开这个圈子 退出政坛 吹心丧志 好像也没有进入过 你知道 没有啦 就是想说 唉呦 就是说 不知道为什么总是 这个命令多喘 或者说遇到这种 不公不义的事情 那坦白讲 不过还好有撑住啦 那第一 后来我初选完没多久 后来江启成前主席 因为他有个基金会 就找我去帮忙 所以我也兼任他的 这个执行长 后来又没多久 万安也打电话给我 一来给我鼓励安慰 那二来也请我到他的 这个团队去去帮忙 所以一路上就走到这里 还好有坚持下来啦 对 凡打不死我的 必使我更坚强 好耳熟 这不是罗志强 的名言吗 是是是 一起强 但的确我们来看看 最新的几个消息 包括昨天民营党党主席 选举总算出炉了 刚刚在讲跟指责 谈到这些过程当中的时候 其实在2024 还有立委选举 那港湖地区 其实同样也是非常 竞争激烈的地方 那么其实这次党主席选举 对民营党来讲 当然牵动的 其实对他们来讲 还有立委选举 这个派系各个 这个要如何平衡的问题 更是赖青的自己个人 要前进2024一个门槛 基本的挑战 当然我们昨天在节目 大白话 如果大家有跟我们一起的话 我那时候投票率还没出来 看到说 哇连台南的投票率都不高 那南台湾的这个投票率都不高的话 那整体不知道投票率如何 最后结果出炉是17.59 那么比上一次 卓榮泰16.2的这样的比率 是好了一点点 但投票数仍然是低的 当然他一人参选 同合竞选 大家不要没有动力 可以出门投票就是了 所以以这样才一成七的民意支持度 在他的党内 那么要前进2024 手上又没有行政资源 其实接下来对他来讲 才是真的挑战的开始 对啊 刚刚特别讲到那个投票率的问题 可是就是刚才拿跟卓榮泰上次的比较 可是问题是赖清德何许人也 赖神不是吗 对 他既是赖神 又是现任的副总统 又是甚至现在已经规划是接班人 那如果他的投票率 只有比上次卓榮泰多一点点 卓榮泰上次是 他有点退隐江湖 然后又被抓出来 临时被抓出来 这个担任民进党的主席 那所以说这样的投票率 当然不好看 可是投票是这样的 投票是一种感情的行为 就是说 换言之我认为 就是说 耐清德这一次 就到各县市 不管去先讲 去拉票等等 他是没有吹出 这个民进党支持的感情 就意思说 我的心情还不错 或者说他的诉求 或他的相关的论点 是没有打动 那个民进党党员内心 那所以说 换言之我觉得 这个投票率 当然对他不好看 虽然无碍于他继续担任 这个党主席 但是这样的低投票率 确实会烙人口食 不过我觉得 这毕竟是一个过程 其实比较重要是刚才 就是浅秋特别点出了 就是说即便你担任党主席 可是你没有行政资源 甚至你跟蔡英文 总统的关系紧张 我觉得这会变成他 接下来担任党主席之后 一个非常大的阻碍 或者说他要问鼎2024 一个很 一个一个 他必须要去突破的点 对因为 在接下来2024前进大位 这个过程当中 先不用讲 跟其他政党 光是党内的竞争 就已经是各种可能性 其实赖清德 真的一定会出现吗 党内恐怕还是有 争霸战 血流成河的可能 你看书贞昌 现在很多动作 都看起来 都不像是想要卸指的人 我们在节目上 还在讨论说 到底那个新闻 从联合报头版 不断放出来的进度 即将要辞隔魁 这个消息 究竟是谁放 大家都觉得 可能性最高 还是总统府 看起来不像是苏贞昌本人 好像有些是被 逼着提头去见的感觉 那么所以如果现在民调 根据台湾民基金会的民调来看 目前蓝绿的民调支持度 都是蓝军就是侯友宜领先 那么在绿营的部分 就当然是赖清德 苏贞昌支持度不到6 那么所以陈建仁 其实也是只有十几个百分点 对 那接下来 那接下来 显然陈建仁组阁 不管几率怎么样 他就要先 卡住这一关 让 如果是他们真的 能够赢得 蔡英文的支持才重点 蔡英文的支持 然后 跟赖的PK 这会是一场戏 那两个副总统之争 才真的好玩 是啊 我有听到上次这个 潜就访问江启臣前主席者 就讲到两个副总统之争 这个是蛮贴切 蛮写实的 那苏贞昌苏贞院长 我觉得 当然 我觉得从各种迹象来看 其实如同周华建的一首歌 其实不想走 其实我想留 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 天啊 好累 那我确实 这个是蛮特别的 就是苏贞昌看起来是没有任性事实 或者说他认为他 还有 还有一脖子的机会啦 不过我认为他 应该走的机率颇大 但是他内心不想走 我觉得这是可以确认的 你从他 后续又要发那个六千块 然后又有一些人事 人事的安排啦 还有新的政策等等 看起来他 坦白讲就是恋战啦 可是我觉得大势所趋 这个换掉 几乎是定局 但是换谁 那现在传出来 坦白讲也只有传出来一个啦 就陈建仁 那可以可想而知 因为陈建仁是蔡英文的人嘛 那如果这个陈建仁上来接任这个行政院长 那对谁会最盲刺在背 看起来就是赖清德嘛 那一来就是说 在行政权上的撤走 就是说这个什么行政院长 不是赖 不是新系 不是赖清德的人 是蔡英文的人 好那你未来即便你当党主席 那你党政就没有办法合一嘛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未来的总统之路 2024之路 是不是又有陈建仁这个变数 那所以我觉得 就这有点那种平衡的味道啦 看起来蔡英文总统是不大想全部放手 让赖清德去玩这一局 那当然这有一些过去的恩恩怨怨 从上次那个2020年的那个总统初选 就开始了 那所以说我觉得赖清德 我必须要说呢 不管从他的党主席选举到现在为止 或接下来他要面对的问题 我几乎啦 我几乎没有看他有一些利基点 就说对他迈向2024有比较好的 或者说对他有加分题很少 所以这次赖清德 我接下来要面对很大的困难 我是光觉得 他对于自己曾经相挺的同志 其中像高嘉瑜这种 他在自己被蔡英文王军打到爱北 叫部的时候 风雨中陪他去扫街的人 那高嘉瑜他都没有挺他 甚至在同一个场子 他被围剿的时候 也没有出现一个 比较能够和缓大家情绪的言论 那么以至于就看着他这样子 被阿鲁巴 被言上 这种党主席的领导风范 那么看起来对于自己亲近的人 好像也没有给予温暖 或者是敢于挑战不同意见 在现场的人的这种勇气 对 然后在蔡总统面前的一起开气 嘴会也只是好像 唯唯诺诺的模样 那虽然到了南部 去喊着要黑金 反黑金等等 可是看起来 并没有展现出一个 可以大破大力的气势 那当然也是因为他 太多的牵制在后头 他没有行政资源 那么虽然号称是党主席 可是党政分离了之后 什么都叫不懂 是 我觉得这个未来会非常辛苦 刚刚讲到高嘉瑜 王世坚等等 确实会让人 有一点点的失望 就是说他对于这两个人 我觉得他这两个人 或有几个人是在民进党 党内的算是啄目了行的 那可是呢就是说 赖清德 有不过我某种程度 我可以理解 因为那个场合啦 那个场合都是党员 那都是比较 你说声率也好 或者说比较 自己人也好 我觉得说赖清德 在那个场合 要真的要去完全声援高嘉瑜 或王世坚等等 我觉得在 在那个氛围上 对他可能有点困难 就算不声援 也可以让大家情绪和缓一点 而不是反而还踩了一脚呀 是 其实在讲话 我比如说他可以两者都讲 比如说你当然 比如他讲的比较重的话 就是说没有用的话 不要够说 不如应用不要够说 他大概就是在讲 现场的高嘉瑜 可是我觉得他同时也可以表达 对我们党有帮助的 要听受 对 我们也要听受 要尊重 我就可以平衡一点 可是看起来他选择的就是 一面倒的 看起来要陪着民进党员去修理 这些党内有异议人士 那所以说我会觉得 这是赖清德 就是说有点左右为难 左之右处 那所以说我觉得党内这一块 当然 我觉得他也会面临压力 就是说到底要不要对他们开闸 其实你从这个很多绿营节目 甚至是绿营的媒体 就可以看到这个压力是存在的 他可能上任第一件事 就要处理这个事情了嘛 是 党器到底会不会送到党中 真的不知道 是 好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来聊 那么国民党呢 自己2024的步调又是如何 那么今天还有一个 庆周刊的新闻 说高鸿安的行政事务长 封外景 大辣辣的 搂人欺回官社过夜 这个新闻 待会休息一下 回来跟大家继续聊 我知道 你知道吗 不 这个也不知道该怎么评论 哈哈哈哈 我传给你啊 有有有 我知道我有看 我有看 但是 对啊对啊 我还查了一下柯文哲 过去对这种事情的看法 真的 也受到巨大的社会 有很深的感触 可是我认为如何带回官邸 这也太夸张 跟以前史哲在高雄市政府一样 没有啦还有另外一个啊 在办公桌上那个啊 那个是 丁丁啊 丁丁的人才 史哲也是啊 史哲也是 就带回官社 然后还跟警卫齐的冲突 从此之后 我们的高雄的所长宿舍门口 才没有保全 就是因为史哲的关系 他就打了保全一拳 哦 他是喝醉了 没有 好像不是喝醉 只是 居然有人敢当我 他带不是自己 三等亲以内的 就是 家人就不能进去 那有规定的啊 哦是哦 嗯 真是尴尬 可是如果我没结婚 我不可以带自己的女朋友进去 呃 当时规定其实是不行的 哦是这样子哦 那蛮严的 因为曾经出过一些事情嘛 那后来全部取消了 哦 反正没人管 哈哈哈哈 新竹不知道有什么规定 嗯 对你来讲八点我太早了 还好 还好 七点就很辛苦 哈哈 我实在还有点困 浅秋跟你一起轻松聊新闻 欢迎回来中央先往千秋万事 我是浅秋 因为快过年了 嗯 会觉得好像整个那个氛围 对啊 这个礼拜是过年耶 对 就这个礼拜马上就要过年 有一种那个 懒洋洋的 哈哈 的氛围 不想努力的 不想努力 而且也很想跟大家谈一些好消息 开心的事情 是啊 可是呢 实在是在整个政坛 很多政策上面 大家还是觉得 哎呀 这个还是离谱的事情居多 光看到唐凤什么的 真的是 也主犯不及被载 但是呢 今天一早看到金周刊的一则消息 就觉得哇 这个是 很很忙碌的新竹市政府嘛 高宏安当然 他为了要挖大秘宝 这件事情 全台湾都在瞩目 嗯 到底还有没有办法 把一些真相 真的 纳税 门明到以前用在哪里 公共建设到底安不安全 还是拿来作为某些利益团体 自己绑装 甚至进了谁的口袋 这个都要查清楚之外呢 结果他自己民众党的主席 柯文哲爱将 新竹市的行政长 叫做谢伯红 居然 这个时候也被拍到婚外情 然后跟 一位也同样已婚的党工 一个林小姐 总之 两个人在街上也没有要避讳 又有亲吻 又有牵手 又有亲密动作 甚至一起回到官社去过夜 可是 我会觉得很不可思议 因为我们曾经从事过公职 当你知道说 你的 这个县市政府 首长 是受到高度关注的时候 高公安大选战的时候 根本是从那种规格的 这个高度关注的时候 你应该会更谨慎 你会知道说 这些 各种行为 会被放大来处理的 结果他还完全的不避讳 甚至大街上 牵手亲吻 什么什么都来 这不会太离谱吗 我觉得这样子 其实私人感情 跟公共利益无色 原本 但是他这个状况 我觉得两个点 会受到批判 一个点 刚刚就浅秋讲的 就是说 他现在是行政处处长 那他带这个 绯闻女友 事实上还甚至被拍到 带到宿舍去 那是公家的资源 公家宿舍 那你这个一定会被批判的 那你这个怎么可以 这个拿公家的资源 在做私人的感情的事情上 第二个是 就好像用我搬工作的那个人一样 搬工作那个太精彩了 说不了 对 然后另外一个 我觉得就是说 看媒体报道 因为两个都是已婚的 那已婚的话 事实上 这个就牵扯到 就有法律的问题 就有法律的问题 就不是单纯私人感情 如果都未婚 我坦白讲 那外界要去批判也不容易 可是整体而言 我比较说 这个对高宏安市长而言 会比较雪上加霜 当然是有伤的呀 对 就是说 刚刚上一帖我还在讲 当国民党在批判这个民进党在台南 讲黑金的时候 讲黑金的时候 就很尴尬 自己有一枪 对 现在一样嘛 公文汉现在又要批评别人的时候 我觉得 我认为搞不好 今天绿营的节目 搞不好就有这一节 大谈大作 你要挖什么大秘宝 你们自己都有大营窟了 是不是 之类的 你看标题很好下 你的表题更狠 之类的 那我说 这个对民众党 或说 对高宏安 事实上 这个都是负面的 不过 我比较很客观的说 就是说 当然这个绝对 对这个形象上是有伤害 社会观察不好 有害观真 对 可是呢 不管是蓝绿的 其实都会发生 都曾经发生过 那包含我自己 在节目上 因为我早上看到这个新闻 看了一下 事实上 民众党过去类似的新闻 其实不是第一件 也不少 也不少 那我坦白讲 党主席大概管不了这么多 通奸罪都无罪了是吗 可是还有 妨害家庭的问题 的刑责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这个 这个 呃 对民众党 对高宏安的这个 形象 都是负面的 那 可是尤其是在刚上任的 这个时间点 或者说你现在正在抓别人 弊案的时候 那会发生这种新闻 我觉得 坦白讲 时间上 我觉得有点 有点可以令人去做 怀疑或质疑的点 就为什么是这个时间点 是不是 我通常会知道 这种内情的人 都会变爱的人 周遭的人 居多 中文的形容是说 因为知情的党工看不下去 觉得这个两个人 各自有家庭 然后这么大 辣辣的公司部分 出现在这些公开场合里 那么甚至还会观测 是显然是被爆料的概念 可是这个时候 是这个媒体 全部瞩目的焦点 都在新竹 在看新竹的时候 还要 还在看说 后续能挖出什么密宝的时候 你们这些行政官员 却可以这么悠悠哉哉的 跟已婚的 这个在搞 逃色纠纷 逃色新闻 然后还要这样子 无论如何 他的时间点 是已经上任了之后 所发生的事情 还这么大方的 在街上这样走 今天还挺真 真的胆子很大 也没有避讳 你觉得这样 会下台吗 我不知道高宏安的风格 但是以媒体上看起来 好像应该 还会让他下台 才对 但我不知道 因为毕竟是 柯文哲爱将 民众还没有多少人可以用 我的意思是 人才酷 要充实 也要需要花时间 所以 是不是在其他方面的表现 足以让他 表示说 他其实很 能够生人 一个意外的 或者他可以出来解释说 其实这个 有什么 我们两个人 搞不好都已经 没有婚姻了吗 我不知道 反正总是社会观感的问题 已经 如果是法律责任 其实只是两兆 双方的事情 或者他的配偶的问题 跟一般人没有关系 但是这个 会变成一个 行政首长 对外的形象观感 那会质疑这个团队里面 很有 要赢哦 不是应该认真 努力从工吗 好好做事情 还有空 风花雪月 拉着别人家老婆 在路上逛 那这还回到官社 重点是官社 官社还是这个 公家职业的地方 其实本身应该有很多的 限制使用 嗯 的要求 嗯 怎么可以就这样子 他当成自己这个 随便睡的 开房间吗 哈哈 是不是要过年了 大家比较轻松的 哈哈 我会想 不过我觉得啦 这个当然 就是这个第一个 这个人士 到底是公安选的 还是说科文的推荐的 那我看没 我是说这个 当然会关乎到 这个 会关乎到高文安跟科文者之间 的关系等等 那第二个就是说 到底要不要处理 就是说你 然后处理到什么程度 比如说是口头告诫 不行 对外出来解释 还说我就壮士断碗 马上换掉 那 因为主要是高文安 最近也自己也面临了 之前那个助理备案 那接下来他又 又强调说自己要查币 要找一些大秘宝等等 那现在发生这个事情 总是总是伤害啦 那不过就是说 毕竟这个还是他 这个私人感情 那当然他还是有一点 以私害公 就公私不分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面对这一种 我坦白讲 如果你要问我啦 我刚刚为什么问那一题 我在想说如果我是他 就那个男主角 其实我会自己亲自 之前台中曾经有过这个例子 也是我们一个同业嘛 嗯他就亲自啊 是 所以就看每一个 县市的标准咯 对 所以其实我会觉得 你为了避免 为了不要避免影响到 你的主观 就是说你那个高文安市长 对啊 其实这个事情喔 坦白有错就出来认错 就请辞 嗯 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也考验高文安怎么处理 对 大家都在看喔 也考验当事人 那当然当事人 看起来拍得很清楚耶 哈哈哈 不知道能够 有没有什么解释的空间 但是对于高文安来讲 哎他过去在立法院制军的方式 是跟金钱有关引起很多疑虑嘛 对 但是在真正团团队的首长里头 嗯 这些官征跟行政纪律上 嗯 是不是足以形象上危害到团队的时候 嗯 怎么处理 其实是考验他领导能力 嗯 他的领导真的又轻轻放下 或维护的话 嗯 那恐怕 才刚上任 就有很多的 对 大家 第一个大家都在看啊 第二个这个很容易被人家见缝插针 或说做文账的地方啦 尤其我不会 想办法讲 就民进党现在最喜欢看到这个 这个类似这一种事情或新闻 对 所以当然这就考验高文安 嗯 因为大家在期待的是高文安 不管他的副市长是检察官什么的 真的能够把新竹的黑暗角落 摊到阳光下 对 那结果行政处长其实也是个算重要的工作 我一级 那个一级首长 嗯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 呃 坦白讲 我觉得这 我就说这个就是一个危机处理啦 那你危机处理处理的好 那我会觉得说啊 你你有这个这个 呃 行政能力 或者说你对于类似的这个危机 你可以安然度过 那处理的不好 我觉得这反而就会伤到 不是只有伤害当事的 也伤害到这高文安嘛 所以我觉得啦 这个事情恐怕要 除非有 今天我们有在发现其他 他有新的解释 媒体 或者说外界误会的地方 否则的话 类似这种绯闻 或者说这个 你又动用到公家资源 公司不分的事情 那确实 我觉得就要明快的处理啦 嗯 的确这是很大的考验 因为一般行政处是做什么呢 如果可能各县市分工 稍微有不同 那大致上就是处理整个市府 包括首长要出访 市长要出访啦 国际事务啦 姐妹室啦 什么这种行政的事务 那么他负责的业务 其实是幕僚作业 是 其实他跟市长的关系 其实要很密切的 密切的啦 对啦对啦 自己人家也在做这个位置 简单讲 他对啊 所以说就安排他一些行政相关事务啦 尤其是行政啊等等 那这个如果这么对你这么亲近的人 是你一个无法信任的人 那当然我觉得就会伤害到 这个高翁安嘛 其实这个不是 这放在任何县市都一样 那所以说 当然要今天再看一下 有没有后续的发展啦 嗯 因为你看看那个 民党要检讨败选的 的结果啊 如何如何 当然赖清德他们检讨的好像 也没有真的检讨到嘛 嗯 就是隔靴搔痒 那同样的啊 民众党也一样啊 柯文哲也说公开的检讨 说他认为 嗯 我还问他民众党说 好像没有尾牙啦 哈哈哈哈 你妈有尾牙对吧 对 今天好不容易 是是是 但无论如何 他们也认为 的确是在资源有限的地方 嗯 提提了太多的席次 嗯 但以至于当选的情况 也不是够好 嗯 那也没有足够的权力复权 那么现在真的只剩下唯一的命脉 就是新竹 嗯 所以能够柯文哲这里能安插 都往那里安插 嗯 那现在这个出世的行政处长 就是其中一个 嗯 标的嘛 嗯 就是一个柯文哲 长期培养的子弟兵 对 那结果呢 如果再折损下去 那么后面已经没有什么舞台 可以再去了 就只剩新竹了 那如果这样的话 民众党未来要 柯文哲自己就要迈向2024 其实相对也有他的高难度了 嗯 感觉这每一件事情都有连带的影响 环环相扣 对啊 是啦是啦 就是说因为坦白讲 就是说他们这一次呃 选举县市首长提的其实不多啦 那事实上坦白讲 选前大家认为只有两个地方稍微比较有可能 一个新竹一个是台北市嘛 那台北市当然黄珊珊没有过 那新竹市这个高宏安顺利当上了 那如果就是说连民众党最后一个 这个根据地新竹市都都治理的都有状况 那当然对高宏安甚至对于柯文哲 民众党 都是有连带的伤害啦 那更不用说高宏安 现在还有一个这个助理费的案子还在处理啦 所以我觉得呃 我看起来民众党 或者说民进党 好待会搞不好继续讨论国民党 大家的家务事 这徐民在讲怎么你们都一样那怎么得了 对都有自己的问题要去面对啦 不过当然我认为对于民众党 这个呃更是困难 那主要 那应该要更清新 更走跟蓝绿不一样的路线才对 是啦 尤其是说这柯文哲都不避讳嘛 他是要参与2024的这个总统 那那坦白讲 对于政治人物而言舞台很重要 那柯文哲现在唯一的舞台当中 就民进党民众党的党主席 可是这个舞台并没有办法让他发挥到淋漓尽致 毕竟他是个小党 刚刚特别提到这一次他们议员选举也选的不大 我印象中只有选 就是只有选上十多席嘛 然后台北市终于有个党团了啦 但其他的地方就没派出 对 就选的不够理想 有去南部揪全军覆没 对对 那所以说你在这么微薄的政治能量 你怎么去发挥 所以说这个都是课题啦 那新竹市 就是我想如果也没有办法展现出好的治理能力 甚至很快在很短的时间内 尤其你的卡去比民进党更快 找到一些秘宝的话 就变桃花枯了 哈哈哈 对啊对啊 那怎么办 对所以说我觉得啦 因为这个事情会积累 会让人家堆叠上去一些印象 就你们民众没多好啊 看看你们高宏安等等 那来讲助理费的时候 那时候还潜在高宏安 以及他男朋友等等 那所以说我觉得这件事情 连一连串一串 我觉得对民众党的伤害 甚至对对这一个柯文哲 市长也是一种伤害嘛 嗯 其实真的我事后回头去问了柯 柯 应该是郭台铭 郭董喔 身边的相关的人 去查证一些消息的时候 嗯 还真的当时郭董是反对 反对高宏安跟他那位男朋友 是 然后当然他有很多的理由 嗯 那以至于后面的新闻发展 也的确 就 听说郭董是一如他所料之类的 所以其实从政人物 尤其是年轻的女性 说真的在这一块很艰难啦 嗯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尤其现在在新竹市 本来 就相关行政资源跟规模来讲 不至于受到这么高的关注 还有个历练的过程 但是这次他没有时间慢慢练习 是 就是要立刻在战场上 要有拼 拼个你死我活 对 我觉得这个会有点可惜 事实上高宏安这个 过去在立法院 就我 我也常碰到他啦 不管在节目上 或在立法院常碰到他 其实上他在立法院的表现 算是不错的 也是 几乎是柯文哲认为 就是说在 在民众党党团里面 表现算是最好的啦 那可是 可是你的 你的在立法委员的 立法委员的角色 跟你到做这个 新竹市长的角色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你现在变成一个行政首长 那我觉得 那才是真的考验的开始 那如果你一开始 就发生了这有的 没的事情 那你如果又不能处理人明快 危机处理又不好等等 那当然 大家会觉得说 你会看不看不看手 对 可是反过来 我觉得啦 这都是考验 考验过 大家觉得你高宏安厉害 处理的很好 这也是对他加分 所以我才会说 看后续的状况 还有后续他处理 我觉得这个都会 对他后续的路 会有一些影响 真的 今天大家可能各家媒体 尤其是绿媒 就要看高宏安 怎么处理自己 内部行政首长 出现这种 桃花新闻 纠纷 对 那么 当然除非正事实与拍到的报道内容不符啦 因为我们也来不及去做相关的询问嘛 因为一早的报道是如此 那么但是呢 就看他的处理之后 其实会全部的焦点来看说 那他展现的领导风格是什么 是不是有办法 在这次可能一个小危机里头 得到这个适当的解决 就像桃园 大家会很关心啊 说怎么在这一次这个水的 自来水的事件里面 怎么会被打成这样 就有一些 应该可以在危机处理上 做得更完善的地方 是啊是啊 所以这个 就是说我刚刚特别点到 就是说你当立委的角色 你是在监督别人 当你做行政首长的时候 对啊 你是自己 你是带部队的长官 那这个大家对你的期待 或者说大家对你的考验 这些事件的考验 就完全截然不同 当然我们就希望就是说 这个公安在这件事情 能处理的好 不过anyway 就是说这个 如果后续还有类似的事件发生 我们不希望有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这个就要赶快 赶快再去清查一下 我说见为之助 人性啊 对啊 不要说一个一个 就一直冒出来 那就很惨了 所以我觉得可能再去review一下 他的相关人士 会不会有什么未爆弹等等 那以免造成他在后续 不管在行政上 或者他要找那个大秘宝的事件上 有一些受挫 公信力的问题 对对对 好 刚刚线上有朋友告诉我们说 我们好像是真的被限流吗 他说他到八点三十二分 才终于看得到我们YT的频道 发生什么事情 哈哈 要过年了 不要这样给我们做好不好 哈哈哈哈 好啦 总之谢谢大家 那所有线上好朋友 记得帮我们按赞分享啊 如果真的有被限流 那至少有大家的支持 我们还可以维持一口饭吃啊 拜托大家了 谢谢大家 那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你知道吗 不还 考虑吗 港湖会区选还是怎么样 是 呃有媒体问啊 那是北 因为是北两席 两席 一个吴思瑶 一个何志伟嘛 都是民进党嘛 是 对啊 那就看吧 嗯 好多人也都出轨 哈哈哈哈 我觉得大家真的 好有趣喔 点名一下好了 你待会我们来讲讲 那个立委选局啊 因为这一次 世代交替这件事情 在国民党内 会是一个茶壶内的红包 嗯 立委的提名 除了总统大选 当然这个规格 还不知道什么都实陈会定出来 嗯 可是立委的国选 已经在开打了 嗯 谢谢江才 你也兔年快乐啊 差点讲中秋 对不起 哈哈哈 看到兔子就觉得中秋 真的 秀兰 嗯 嗯 这个是Hugo 早安啊 欧文 折地翠 雪里 火腿蛋炒饭 Given 月桂 Sandy 家娟 家娟 带人回来哦 法师 言语 谢谢大家 气质王小姐 浅秋 跟你一起 轻松聊新闻 欢迎回来 中秋 千秋万事 时间来到八点四十二分 我们今天邀请的是 国民党文传会的副主委 黄子哲 请就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此则也是这段从政之路 坎坎坷坷 也是让人感觉心疼的一位 哈哈哈 是是是 本来很优质 但是就是不是那么的顺利 哦 好 但王鸿威 他现在今天是第一天 昨天还碰到他晚上的时候 真的 这个 一个小尾牙 碰到他 他今天到立法院正式报到 成为立委了 嗯 那么礼拜三 他会到我们节目上来 过年前跟大家聊一聊 那子哲呢 在虽然上次在初选当中失利 有没有准备在立委选举里头 2024有个什么样的这个规划吗 呃 如果有机会的话是不排除了 因为我自己 呃后来呃 这两次就是在士林北投 这个服务嘛 哦 那也布局 那因为士林北投 他是是在立委的选区 是分为两个 一个是 一个是北投加半个士林 那一个是士林加整个大同 哦 那现在立委 一个吴思瑶 一个何志伟 那事实上 何志伟不知道命运如何 会不会被党内检讨 是不是 不过坦白讲 两个选区都不好选 尤其是那个何志伟 那个大同居家士林 因为大同 大同其实是蛮绿的啦 那不过坦白讲 战事没有选择 战场的权利啦 那如果党有需要 我坦白讲 我是不排除 哦 不过我anyway 我是觉得这样 刚刚前就特别提到 就是说 在国民党有一些 世代交替的议题 现在才是这一次的重点 对 其实我 确实我也看到 党内的同志 尤其是年轻世代了 事实上 很有趣 就是说16年 国民党失去政权以后 我们就有一批人 其实你去观察一下 就知道 就我们有一批人 包含我自己啊 都是在这一批 就是 不要说串上来啦 就慢慢的被发现 或者说慢慢我们看 就是努力 在监督 争取到一些机会 对 那是很多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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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挖到 当时也挖到很多大命保 揭臂啦 那慢慢起来 那说 有一些人已经 就是之前就当上议员 那坦白讲我觉得 那之前当上议员 接下来 再往立委进攻 都是合理的选项啦 那我自己虽然 虽然命运比较多船 比较坎哥一点 我没有 上18年跟这一次的议员 没有参与到 不过anyway 就是说 至少一直让自己 保持一定的能量啦 那所以说 有没有机会 我不晓得 这个当然有一些 还要看党部的安排 不过确实在国民党 非 非国民党 这个 现任立委的选区 确实 我觉得去挑战 我是有 这个 这个 这个意愿 或者说有兴趣的啦 那不过当然 因为 这个还要看党内的 第一个游戏规则怎么定 那还有谁要来 投入选举 那谁会赢等等 这都要一并考量 因为党主席 朱主席 已经公开的说 协调优先 协调完之后 不成再来初选嘛 对 那这个协调 比方说 说要至少要 一定要协调两个区 第一个就是赖士堡 第二个就是废红台的选区 那这个包括大安文山内湖 呃 南港湖 港湖 都是重点 嗯 那年轻的新师 深代有没有可能衔接出头 比方说李恩秀好了 嗯 他在港湖 这次也是选全台北市第一高票 全台北市第一高票 对 他一个人就拿了17 18% 对对对 有些落选头 其实如果分一点 就上了 对不对 可是他是呃 这样子的 匣子很高的人气 然后回来当选的议员 如果他又回去选立委 当然都被说是很热门人选 但会不会又尴尬了 哈哈哈 然后当然也有说现任的其他人的优势 呃被挑战了 那许晓星想要去争这些其次的时候 当然有前辈在前面 嗯 是啊 我觉得是这样子 然后一个政党不大可能 就是说只有只有老了一派 或年轻的一派 就老干新知都要有 那只不过比例上 你要怎么去调和 那确实国民党因为我们已经八年不执政 那我们走到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了 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愿意让更多的年轻人 这个有机会代表国民党来参与了 所以我觉得 这个 我觉得 倒不是什么世代之间的 这个紧张或冲突 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世代共融 那说坦白讲 说得很容易 你怎么做 尤其游戏规则一出来 刚才浅舅特别讲 是不是要先协调 协调不能出血 问题是什么协调 协调法是什么 比方说 那党主席就要告诉大家 好 假设现在现任的立委 他们认为 希望把席次让给新生代 那就要不分区吗 提名吗 或其他的位置吗 让他们想办法有 有其他的安排吗 对 等等 就说党 当然因为现在我们不执政 是会比较辛苦 然后 过去我们执政的话 也许可以 比如说用协调 比如他可以去担任部会首长 进入 那去当政务官 这是一种协调方式 可是现在没有 那没有的话 大概只有不分区 可以另做安排 那或者 或者说我们可以期待说 接下来 如果国民党 在这个中央 就是说总统大选 我们可以赢的话 是不是这样的方式 还没啊 一起选二里面 司令委跟 都要选 就要选 我如果是有动算 我再给你五位 是啦 所以人一定是这样想的 我可以同意 不过我觉得说真的实力原则 就是说这个 当然要给年轻人机会 老将也不要怕被挑战 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能赢的 我觉得让国民党可以重返执政 或者说未来在立法院 过半数等等 实力原则 这个骗不了人 所以各自都要去努力经营 那包含我自己也是一样 我会说这个不会 这个位置不会 这个天上掉下来给你 都要自己去努力争取 所以我觉得 当然外界会对于之前 有一些 一些插曲或风风雨雨 觉得说 国民党好像新旧世代 有一些冲突或内斗等等 可是我觉得那是个过程 就是说 每一个政党都会面临到这个阶段 可是重点就是说 我还是要强调 党的这个角色很重要 你怎么让这个中间的过程 比如说你游戏规则 怎么定 定了大家都心服口服 没有话说 而不是说你有私心 没有偏袒是 像蔡英文一样 是 那你这个一定会发生更多的纠纷 所以我觉得 党在这部分可能要更努力 我们先谢谢燕子给我们超级留言 他帮我们加油 也帮你加油 谢谢 然后他说用高雄南部美好的阳光 为大家加油 祝大家一切平安 谢谢你 看到你的幸运草 谢谢燕子 谢谢燕子 不过比方说像大安文山区 好了 当然有传出来 罗志强好像蛮适合回去选的 可是又有郑立文 又有其他人 这个选区你看起来 哈哈哈 对不对 这样子 这个事实上 大安跟文山事实上是两个区 一个是林一华 林一华的位置是谁要来接 因为教授 杨永明教授也已经在鸭子滑水 在进行可能要参选的 对 好多人都可能在这区 对 那另外一个是赖世保委员的选区 对 那坦白讲 这个大家都很优秀 这个当然这也是好现象 代表你看 国民党会有这么多人愿意投入 代表说大家有信心 有希望 对啊 那我说真的 因为国民党现在在立院席次 加上宏威的话 我记得是39 我40 就 我们总共113席 所以 坦白讲这一次就是 多 就是很多选区 可以让国民党去挑战 民进党现任的立委 那 如果是在整个气势不好的状况下 其实大家都不愿意出来 你反过来讲 为什么这一次好像很多人要出来 甚至在有一些比较艰困的选区 大家都愿意 越愿意试 因为主要是这一次这个县市长的这个选举选的还不错 那我觉得这个是好现象 可是就是说 坦白讲 因为接下来我看那个提名机制 可能要到三月 就是农历年后才会出来 所以要看那个游戏规则怎么定 所以我还是要在这强调 你要一个比较公平 然后公开 甚至主要是大家可以接受的 那坦白讲党部 就是不要有私心 这种所谓协调是最难的 对啊对啊 协调讲很容易 那你要怎么让 就是说 第一个愿意帮党 第二个 然后这个有战力有实力的 那这个也让外界可以看到 国民党 不管是这个世代共荣的 老干新职都可以一起的 这个都要去努力去做 所以其实不止2024 大家在看的还不只是总统大选提名办法 因为所以刚刚我们提到所有民调数字里面 侯友宜啦 那么或者是郭台铭啦 那么都民调数字是高的 但是比方说少少康先生啊 或者是像张亚中老师啊 他们都表达想要参选的议院 那么不管民调高低 不管结果怎么样 但总是让有议员的人都有个公平可以参加的游戏规则 这个是最重要的 立委选举也一样 那就更精致了 那么这个立委的部分 有没有可能什么蓝白河的空间 这又是更大的问题 对对 其实就刚才特别讲到总统大选 其实我说真的 现在当然公开表态的 就是一个是赵大哥嘛 赵亚中老师上礼拜也宣布了 那我的意思是说 包含外界点名的 其实会想选的 有能力选的 大概手指头算得出来啦 那我也说 那事实上 就是说 如果能让参与者能感觉到公平 没有话说 那事实上 我认为就是一个好的机制了啦 那不要说机制定出来 大家觉得你有偏心 有私心 甚至跟之前的这个选举 这个初选一样 让大家有话讲 甚至造成有一些内部的纷争等等 那我觉得这个都对2024年总统大选都没有帮助的 那所以说到底会怎么定义 坦白讲 我也不晓得 可是至少我觉得原则整个大方向应该让尤其是党员放心 我们不希望重蹈辅测 我们18年赢得这么漂亮 20年很可惜败了 那一样 这一次我们22年选的这么好 我们当然希望24年可以把中央执政拿回来 因为真的在这8年很多 不要 对啊 整个国家整个民众很辛苦 国民党也很辛苦啦 那我一直说 当我们希望让民众过更好的日子 那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游戏规则 或党内初选的机制 必须要好好的慎重 党中央现在有什么时程的宣布吗 看起来都很低调 因为就包括我也有试着再去邀访看看朱主席啊 看起来难度都很高 现在都非常低调 因为连上一次他的这个相关两岸论述的小组成员到大陆去访问 回来本来都答应要来上节目了 但是被党这样说不适合 然后低调 两岸论述是低调的 那么如果党内这种选举时程也是低调 那低调到什么时候啊 没有 其实从过之前的这个时程上来看啊 大概我印象中大概就是要到5月份 6月 韩市长那一次好像到7月 那个比较晚 因为的确是有特殊的 对啦 特殊的状况发生 这个过程实在是 对啦 对啦 那我要我要讲的就是说 就是说 年后啦 年后来处理这个事情 有一个大致上 原则上的 比如说时程的安排 我觉得是合理的啦 所以在 我觉得在 因为现在才2月嘛 那现在大概不会有一个比较具体的啦 我觉得这个可以 可以合理或接受 但是你一定要有先 有一些 有一些 这个定调性 方向 方规划吧 对对对 大家会人心惶惶 不过我必须要这么说啦 确实 我认为很多的这个基层的这个 你说同志也好啦 民众也好 对于 国民党不应该再重蹈辅测这件事情 我觉得大家是有共识的 就是说 我就讲 上次18年大赢 可是总统大学却不幸落败等等 就是说 就是希望大家这一次是可以更 更什么 更很顺利的 不管是在初选 或者说在整个协调的过程中 大家可以接受公平等等 我觉得这次对国民党最大的考验是 对于两岸的论述 因为抗中保台这个议题 在地方选举九合一 已经证明民党失败 至少要延长兵役等 这些议题是不受年轻人青睐的 对 那么甚至大家对于 反送中那种情绪已经在 跟战争比起来的恐惧跟害怕里面 得到了中和 不敢说已经往哪一边倾斜 但是得到一个中和的时候 那么哪一边提出来论述倾向和平 你看民党现在在转向了 要和平和平 和平保台 那国民党呢 接下来真的最重要的就是两岸论述了 是 我觉得这个 国民党这一次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因为我觉得如果民进党最后是 提这个赖清德来参选总统的话 事实上赖清德过去大家知道 他也很有名的 他是一个务实的台独主义工作者 那这一方面连美国都不放心 那所以他慢慢有一些在修正 那我也是说对照起来 就是说国民党在处理两岸关系 甚至是让也许让美国 在两岸的问题上可以更放心一点 我觉得这个对国民党的候选人 都是一些利基 那所以我觉得确实没有错 我认为两岸的论述 尤其是我们知道之前九二共识 可能某种程度 在选举上是不是要需要一下调整等等 我觉得国民党必须要在这块再加起来 好时间到了 今天谢谢韦哲来 紫哲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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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